那么英国政府也推出了新的防疫短片 但是风格太过阴沉 被形容就好像是拍鬼片 一双双眼睛盯着你看 有的悲伤有的绝望 英国政府推出防疫宣导片 或许是想营造真实感达到警示作用 没想到网友说看了让人直发抖 好像在看恐怖鬼片 而事实上现在的英国 也真如同新冠炼狱 does it feel like a conveyor belt it does in a way 英国累计确诊数超过365万例 98000人身亡是欧洲最惨 医护说病死的遗体 就像输送带上的行李送都送不完 sorry 终于忍不住泪崩 一旁同事也泪流满面 医疗体系迟早撑不住 伦敦首次改造两辆公车来充当救护车 车内的座椅都被拆掉 并配有医疗监控和供养设备 每辆可在4名病患 渴望缓解救护车沉重任务 英国变种病毒传播率比救病毒高 致死率也更高 所信临床证据显示 疫苗对英国变种病毒仍有效力 目前全英国约635万人 已经接种完第一剂 而传出英国将对检测呈阳性者 发放每人500英镑将近2万台币 鼓励他们自主隔离 确诊就有钱领 英国政府表示 细则还在演你 记者刘焦布导